在江夜世界中,普通人类的修行极限便是武境中的知命,但知命之上还有诸多玄妙境界。 越过武境,便能在浩天世界衍生出自己的小世界和运行法则,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浩天的掌控,才能算是真正的强者。 而站在江夜世界顶端的那些超级强者,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浩天的掌控,还能与浩天周旋拥有一战之力。 这些超级强者,才是江夜世界中真正的大佬。 那么原著中,这些能与天斗的大佬们都有谁呢? 第一,赌徒 赌徒非酒徒,赌徒是道门的开创者,知手冠第一任贯主,由记载以来人间第一位踏入清静境的大修行者,无数万年前当之无愧的人间第一强者。 进入清静境后,赌徒本可以超脱人间,但他因怜惜世人,选择了将浩天唤醒,作为忽悠人类的神明。 同时还留下七卷天书,制衡浩天。 赌徒在剧版中虽未出现,但整个江夜世界自始至终都有他的影子。 第二,酒徒和屠夫。 这俩人已活了数万年,是人间活得最久的两名大修行者,也是经历过永夜的幸存者。 两人的境界实力都超一流的。 屠夫无限接近第七境的不朽,酒徒的境界在第六境,无据亦无量。 他们是世间了解永夜真相最多的人,对于躲避永夜有着不可告人的方式,强如夫子也是踏破了几百双鞋才找到他俩的。 但两人都是十足的胆小鬼,秀为高深却十分稀密,一直组队躲着浩天生怕被发现。 第三,佛陀,他在剧版中也未出现,但以玄空寺、烂科寺、白塔为代表的佛宗便是他开创的。 佛陀存在于大约五千年前,早于夫子,修为以达第七境的涅槃。 他早年曾入知首观,阅读过七卷天书,并对夜灵月线的描述做了笔记。 他预言了永夜会降临人间,并将其称之为末法时代。 他也预言了夫子会登天化月,预言了冥王将士,只不过他并不知道冥王极是浩天。 佛陀在元祭前,在极西荒原,发大愿力修筑了玄空寺,在世俗之地的瓦山建立了浪科寺,还留下法器白塔,形成白塔寺,留下于兰陵,佛光等很多法器后, 涅槃于棋盘世界中,只为等待数千年后浩天入局。 天女宁缺第二次进入棋盘世界后,差点涌夺佛国世界。 要不是有宁缺,这个变数存在,天女恐怕就被扼杀在里面了。 所以,佛陀是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威胁到天女生命的修行者。 第四,夫子。 夫子是唐国和书院的开创者,长安城京神镇的设计者。 他出生于大约一千多年前,早年间的夫子曾在只手冠偷看过七卷天书, 后来境界稳步攀升,达到了人类的修行极限,无举境。 是人类诞生以来的最强修行者,将夜世界第一传说。 夫子一生出手的记录极少,但每一次都改变了世界的进程。 连浩天都承认, 其实我也没有信心能够战胜。 后来,夫子选择了登天化月,继续守护人间。 第五,陈某。 只守冠冠主陈某,是将夜历史上最年轻的破五镜之人, 继夫子和柯浩然之后的人间第一强者。 他手持天书,学冠多宗,掌握了多个五镜之上的神通,是真正的万法接通。 第一次在精神镇被宁缺打废后,冠主破而后立,突破到清静镜。 后期又有所悟,实力突破至清静之上。 然后下陶山满世界追杀天女,天女也承认清静之上的关主确实拥有杀死自己的实力。 第六,柯浩然。 夫子的师弟,书院前任天下行走。 人间万事以来,雪山汽海唯一一个十七窍全通的天才人物,也是一个超级满夫。 他自创浩然剑,一生只会这一种功法,却能以剑开刀,一法通万法。 未婚妻被连生杀害后,他单剑灭魔宗求连生, 西灵说他入魔要讨伐他,他便杀伤陶山。 大败西灵长教和冠主,打败打残一众道门越武镜强者,并连破竖镜。 阴敢世间以无敌,选择拔近向天,是一个连浩天都能记住的疯狂人物。 第七,连生三十二。 他是佛宗山门护法,西灵裁决大神官,魔宗大忌者,一生风光无限。 他佛道魔三家兼修,学过陶山的樊龙镇,自悟玄空寺莲花印, 通学了魔宗七门二世八流派所有功法,连失传已久的滔贴大法也被他重新误出。 阅读天书后,更是明误了道魔相通,便可入神,也是万法皆通的天才人物。 他虽未破五境,但天魔、无量、天启都可一念而入,成佛、成魔和入道都在一念之间。 曾妄图以魔遮天,以道顺天,以佛法抵达彼岸,跳出三界之外,不在众生之中,带领人类开辟新世界。 连生和夫子一样,是对这个世界认识最深的寥寥几人之一,也是真正想去改变这个世界的人之一。 第八,柳白。 南晋剑阁阁主,西陵五大克经之首,身前一尺无敌,被尊称为剑圣。 他六岁入出境,初时,极剑滔滔黄河,念力当世最强,被称为千年来第一修道天才。 是前妻的世间第一强者,和贯主被废弃剑的人间第一强者。 经历无数实战魔力,修成人剑合一的至高境界。 虽未破五境,但五境之上若有门槛一展之。 天女将士后,他最终选择了拔剑问天,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突破了天女的空间法则,触碰到了天女的额头, 虽然只是瞬间站立,但他却成为了距离浩天最近的那个人。 当然,这并非因为他比柯浩然和夫子更强,而是因为浩天在人间。 第九,命缺。 打不死的小强,把浩天从神变成了人,虽然实力不济,但应该上榜。